大家好,罗汉松是盘景之物 我们买回来的罗汉松呢 整个猪形都非常好看 但是呢,在自家养护的话 不懂得如何修剪 再加上我们给它施肥的话呢 在施育的环境它的长势非常快 就不断的狂冒出新芽 那么新芽长得多了 鸡干就没有长得那么粗壮 它就不断的狂冒新芽 这些新芽不断的往上生长 那么造成了整个猪形不美观 观赏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甚至整个枝干又会变得瘦小 没有那么粗壮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如何解决呢 其实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要给它使用一粒小胶囊就能解决 看上我们这些罗汉松也不例外 狂冒出非常多的新芽 如果没有给它控制好的话 它就会不断的往上生长 出现了涂长 给它预计顶端优势 使用的小胶囊就是这种甲排温 用一粒兑水500毫升 一年喷湿三到四次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灶养护 才能让这个叶片支持更多的光合作用 回流到橘竹 让整个枝干长得更加粗壮 也可以预计涂长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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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